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节约每一滴水保护环境 节约用水从自我做起 您手里的银行卡是磁条的还是芯片的 纯磁条卡尽早更换 五一起磁条交易将关闭 平行进口汽车也能网购直播开卖 2016研究生招考泄提案开庭 13名被告人到案 两名市民报警 车艇小区竟不见踪影 先人也非常狡猾 把这个车的转板发下来 挡在他脸部 天津警方快速侦办连环倒车案 朴槿惠受训21小时 今晨离开 创韩总统受训时间最长记录 12点报道 马上带来详细内容 计较热点 观众朋友中午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2点报道 今天是3月22号星期三 我们来看详细内容 从本周末开始 天津市将进入清明季早高峰期 今天上午 天津市民政局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一起来看记者发会的报道 今年的清明季早高峰期 一为本周六三月二十五号到四月十六号 共计二十三天 各殡葬单位预计接待五百多万计扫群众 按照天津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办法的规定 各殡葬服务单位禁止燃放烟花爆竹 服务单位将为市民提供电子鞭炮 以及鲜花换鞭炮和纸钱等服务 倡导文明绿色祭扫 天津市还将计划举办二十二场集体共计 此外各社区街道也将开展社区共计 社区文明共计计划开展五百二十四场 利用容媒体这个新的这个方式 线上线下共同祭扫 倡导呢清明期间文明祭扫 今年天津还将继续开展 海之眠骨灰洒海活动 天津气园将在四月二号 开展植树葬和生态葬活动 天津寝园永岸公墓也将举办环保生态葬 天津市殡葬服务总站 还推出三千元一站式文明殡葬服务 从事客管办获悉 本周末开始 本市十八条公交清明扫墓专线开通运营 今年扫墓专线与去年相比有所变化 其中去往北苍公墓的线路 撤销五十路网顶低终点站和四十五路 成江路终点站 去往天津寝园的线路 撤销体院北公交站和百庙站 撤销去往成林公墓的扫墓专线 去往天福陵园的线路 撤销天津站后广场站 去往永定塔林的线路 撤销金钟河大街站和百货大楼站 撤销去往寿寝园的线路 去往七城寝园的线路 撤销八百五十一路中心公园站和一百五十七路 东风里终点站 此外今年除了去往静怡园的线路 中途设站 其他线路均为直达线路 清明公交扫墓专线 发车时间集中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三十分左右 公墓返回发车时间多为九点至十点三十分左右 免费乘车证件无效 从交管部门了解到 今年清明小长假期间 高速公路继续实施七人座以下小客车 免费通行政策 因扫墓与踏轻车流叠加 4月2号至4号及清明节前后几个休息日 高速公路将出现交通高峰 据交管部门预测 本市通往戈木区的高速公路沿线车流量 将成辐射状增加 部分重点收费站可能出现压车情况 其中包括永定塔林周边 东华林公墓周边 盘山烈士陵园周边 静海殡仪馆周边等高速站 同时一些临近外环线的高速公路收费站 车流量会大幅增加 此外由于春游自驾车辆在小长假期间集中出行 部分通往其他省市的过境高速公路沿线和重点收费站 交通流量将较平时有所增长 今天是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 天津各区开展活动 让更多人了解节约用水 健康用水的相关知识 水最后都到哪里去了呢 人不喝水的话能活多久 今天河东区开展节水教育静客堂活动 来自水利部海河水利委员会的青年志愿者们 为同学们普及水知识 此外志愿者们还准备了与水资源相关书籍送给大家 增强同学们爱护环境的意识 发现水龙头没有拧紧时及时拧解 发现同学有浪费水时及时劝阻 让每一个同学都做一个节约用水的好孩子 可以一水多用 爸爸妈妈淘米洗菜的水 可以用来浇花洗衣服 那些水可以用来擦地洗马桶 向家人去宣传那种节水的意识 西清区水务局联合天津农学院 举办了节水宣传进校园活动 通过宣读节水倡议书 发放节水宣传材料等方式 向学生宣传水资源现状及节约用水知识 在天津泰达水业有限公司的净水厂 来自洪桥区实验小学的学生们围绕着水厂工程师 仔细地了解自来水的生产流程和净化工艺 增长了许多知识 了解了自来水在流入千家万户之前 还要通过那么多复杂的工序 我也呼吁我的同学们 从我做起 从今天做起 节约每一滴水 保护环境 日前东立湖欢乐谷二期 玛雅海滩水公园项目开工 将打造全新海滩水公园 全新的玛雅海滩水公园 在圆一期水公园基础上 扩建7万平方米 将建设大型水上游乐设施26套 拥有世界级水上设备 及先进水处理系统 我们二期建成以后 整个水公园将达到15万平米 这个体量应该是在国内的水公园 也是排名前谋的 东立湖欢乐谷二期 玛雅海滩水公园项目 将于明年5月正式开放 今天上午 北陈坠井街桃花艺术节开幕 居民们借着大好春光 赏花会友 展现绿色和谐社区 一大早 任意园社区的桃花园里 就聚集了许多前来参加桃花节的居民 社区桃花节历经五年 已经成为一项文化活动品牌 居民不但可以赏桃花美景 同时可以参与文艺演出 书画展览 联谊会等多种文化活动 生活在这个社区里感觉特别幸福 瑞景街还在原有基础上 建成民俗园和健身园 两个文化广场 提升改造绿化面积达1万平方米 每年我们桃花节都一个不同的提升 这块也是说 一个是咱们居民现在的素质也明显提高 再一个也是通过咱们社区的环境 有了很大程度的改善 冷空气蓄势待发 金城即将降温 不过昨天气象部门公布的气象数据显示 就在这轮冷空气到来之前 3月16号起 市区日平均气温已经连续5天超过10度 达到气候学上入春的标准 金城正式迎来春天 近10年的气象资料显示 本市入春最早的是2014年3月14号入春 最晚的是2010年4月18号入春 平均入春时间为3月29号 今年市区入春时间为3月16号 是近10年第三早的入春时间 从近30年情况来看 入春最早的是2002年3月9号就进入了春季 气象专家表示 今年与去年入春时间仅相差一天 这就说明近两年气候变暖 入春时间的确在逐渐前提 据介绍 由于春季是冬季风向夏季风转换的季节 气温起伏较大 虽然已经入春 但本周冷空气活动频繁 气温较前期将有明显下降 如今谁手头没有几张银行卡呢 不过从5月1号起 您手里的芯片磁条复合卡 将不再具备复合功能 只能进行芯片交易 磁条交易将被关闭 目前银行卡就介质来看 主要分为三种 纯磁条卡 只带芯片的金融IC卡 磁条和芯片都有的复合卡 手头拥有芯片磁条复合卡的卡主 不需要到银行去换卡 可以直接使用 只不过现在 其磁条卡功能被关闭了 复合卡也就等同于一张芯片卡来用了 之所以要关闭复合卡的磁条交易 是因为磁条卡的工作原理和磁带或磁盘类似 信息是静态的 且不能加密 伪造起来十分简单 而芯片卡加密能力强 密钥管理相当复杂 此外银行方面提示 由于纯磁条卡的存量仍然不少 纸卡人应尽早到网点去更换芯片卡 手续很简单 带上身份证和原词条卡即可 今年4月16号零点开始 铁路调整列车运行图 天津西站首次开行驶 发朴素列车 届时天津西站加开 T58次事发列车 中到宝基 此外天津西站还将加开 去往哈尔滨方向的 G375次事发列车 从下月起 天津将为符合条件的特控人员 发放照料护理补贴 部分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控人员 每人每月400元 完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特控人员 每人每月800元 从天津市邮政管理局获悉 去年 本市邮政业消费者申诉受理中心12305 供半截消费者申诉9351件 本市平均每天半截26个邮政快递申诉事件 从南开大学获悉 教育部日前公布2016年度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备案和审批结果 该校精算学 投资学 葡萄牙语和意大利语等四个专业 正是通过教育部评议 予以备案 下一节新闻 您还将看到 平行进口汽车也能网购 直播开卖 2016研究生招考 谢提案开庭 13名被告人到案 特殊交通事故 飞机竟撞上轿车 手机APP要同步通讯录 共享位置信息 记者调查谁来保护我们隐私 两市民报警 车艇小区竟不见踪影 先生也非常狡猾 把这个车的转板 放下来挡在他两部 天津警方快速侦办连环到车案 朴槿惠受训 21小时今晨离开 创韩总统受训时间最长记录 12点报道 正在直播 网购大家都不陌生 可您想过 在网上买进口汽车吗 昨天天津东江保税港 就牵手阿里巴巴 把平行进口汽车 卖到了网上 与一般线上销售方式不同 这次销售活动 引进了网络直播 现场介绍车辆的特点性能 网友可以在网上直接下单 那么现在呢 我手机上显示的画面 就是我们现场 正在进行的一个环节 直播刚刚开始呢 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我们看已经有超过 14000名的网友 在关注着这次直播活动 天津东江保税港区 是全国平行进口汽车 最大的集散地 交易额占全国60%以上 这场直播活动 也开启了东江平行进口汽车 线上加线下销售的新模式 平行进口汽车 款式新 价格低 售后保障问题 也是消费者关心的内容 冗城保险公司 共同退出一个产品质量保险 那冗城呢 在全国的维修站的话呢 达到几百价值多 基本上29省是全都有了 在这个售后的问题上呢 大伙不用去担心 东江保税港区 也积极进行政策创新 让更多的优质进口汽车 进入市场 比如说批量比较大 配置比较统一的这个车辆 我们现在已经实施了 预审价系统 年纪检疫呢 包括实行了这个 进口车辆的车募和检 或国税啊 等一些个相关部门的 开具发票一些 都给予很大的支持 可以呢 节约这个企业的一个 曝光通关的一个时间 大概缩短了 五到七天的工作日左右 近年来 随着经济类案件 所涉及标的额不断增大 长城出现 有了执行金额 却无法顺利执行的情况 为此天津法院创新工作机制 明确执行思路 这几天 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正在审理一起 欠款纠纷案件 由于欠款数额较大 法院依法对被执行人的 在建工程 进行了司法拍卖 虽然拍卖的钱款 成功打入了法院账户上 但是执行起来并不容易 为此 一中院召开了一场 特别的听证会 因为涉及到债权人也比较多 既有迪亚权的油线 又有建筑工程款的油线 又有国家税款 主帐油线 混杂在一起 所以说我们开听证会 目的就是为了 让所有的债权人 把所有的债权主帐 都充分的阐明了 反正进行一些判别 我按照法律规定 按照有限的顺序 真正的能够进行 一个公正的分配 今年天津法院 在被执行人不配合的情况下 还利用信息化手段 对被执行人进行财产查控 信用惩戒等 还与各委办局金融机构 建立起协助配合机制 开设执行专属窗口 明确在六个月内办结案件 彻底解决执行难问题 昨天备受关注的2016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泄题案在湖北公安县法院 开庭审理 王某某等13名被告人到庭 涉嫌犯有组织考试作弊罪 代替考试罪等罪行 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桩案件的来龙去脉 2015年12月26号 研究生考试的第一天 有考生反映 就在英语考试开考前 一个半小时 一份手抄的英语考题答案 就已经流传在考研QQ群 微信群当中 事后经过核对 答案和考题竟完全一致 考研疑似泄题 经过侦查 湖北警方抓捕了 利用无线电传输设备 发送答案的王某波 并顺藤摸瓜 抓获了涉案的 20多名犯罪嫌疑人 经过审讯 警方掌握了 河南武汉两个团伙 从印刷厂窃取试题 到传题解题 再到培训组织作弊 替考的完整犯罪链条 据了解 这是我国刑法 修正案9 关于作弊入行规定 施行以来 首次有犯罪团伙 同时涉嫌 组织考试作弊罪 非法提供出售试题答案罪 代替考试罪 三项罪名 前不久 两位市民相继报警 说自己停在路边停车场的车 一夜之间竟没了影 天津警方综合今年的 多起机动车盗窃案件 找到了破案关键点 在吴嘉瑶大街和 有一路的路边停车场里 人来人往中 有一个男子出现多次 他每次出现都是快步急行 戴着帽子口罩 将自己五个掩饰 经过进一步比对 出现在两处监控中的可疑男子 为同一个人 随后公安民警将两岸串并侦破 嫌疑人也非常狡猾 为了躲避这个士卒 这个发现或者警察的抓捕 然后到所有的 像咱处外面掐口啊 和一些有这个抓派的地儿 他都把这个车的摘扬板 那个发下来 挡在他脸部 民警发现 嫌疑人在马场接坐案时 是乘坐出租车 到达德彩里天桥后 步行至案发地点的 通过联系询问司机 民警得知 嫌疑人是从火车站 搭乘出租前来 民警立即赶往火车站 所有案发时间段 之前大概六个小时 所有的来天宁的火车 动车进行分析排查 结果发现一名男子 有重大作用嫌疑 民警进一步扩展侦查 最终获得了该乘客的 灭布图像及通讯号码 本月民警在嫌疑人 办理车户手续时 将其抓获 并现场收缴一辆 被盗车辆 经审讯 嫌疑人专门偷盗 本田高配CRV汽车 共作案十余期 涉案金额几百万余元 目前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提到交通事故 大家想到的最多的 无非就是车和车 车和人有关 可下面的视频里 一架飞机却撞上了轿车 在视频中可以看到 一架白色双人座小飞机 在公路降落滑行时 飞机尾部突然翘起 机身失去平衡 螺旋桨击得粉碎 机身在与停放在道路上的轿车 相撞后翻倒在地 事发后 被追尾的轿车车主 是一头雾水 据了解 这架飞机是附近 一大型工程测绘用的 事发时 小飞机正在尝试降落 附近路面也正在清场 但由于降落失误 造成小轿车和飞机 不同程度受损 所幸当时飞机速度不快 汽车内也没有人 我们的智能手机里 有不少APP 当你在下载安装使用它们时 就会收到 开放位置信息 同步通讯录等请求 这些涉及个人隐私的用户信息 也许就在不经意间被泄露了 目前手机APP的下载和安装 主要集中在 以下三个方面权限 一是读取 以安装应用列表权限 由此可以了解 用户的行为习惯 及分析同行情况 二是读取本机识别码 这是用于确定用户 因为每个手机识别码 都是独一无二的 第三是读取位置信息权限 以此可以搜集用户活动范围 面对这些安装要求 用户又是如何选择呢 我没有办法 我要下载它APP 那不可能说我需要这个程序 那因为它影响我的隐私 那我就不下载 它是强迫性的 相关数据显示 2016年 我国APP数量超过1700万个 数量如此庞大的APP 如果越界索取了用户权限 将大大增加用户信息泄漏的风险 其实对于APP过度索取用户权限的现象 有关部门早已有明文禁止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 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 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中 就明确规定 未向用户明示 并经用户同意 不得开启与服务无关的功能 不得捆绑安装无关应用程序 但是在实际操作中 很多企业都在无视这条规则 没有比较严重的这个法律责任 就是说它没有经济上的这种处罚 大家都这么干 所以大家跟风就这么干 反正也没什么后果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 相关部门还需继续加大监管和执法力度 监管可以从应用商店入手 通过管理平台间接管理APP 加强应用商店的审核标准 从而改善APP过度索取用户信息的现状 巴西警方日前发现 有劣质肉类被出口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昨天表示 中国政府主管部门采取了 预防性临时性保护措施 希望巴方及时向中方通报调查结果 确保数化产品安全可靠 巴西农业部部长布莱罗马吉此前表示 以暂停21家因变质肉 接受巴西联邦警察调查的企业出口肉类食品 但巴西方面表示 受整顿企业并不涉及向中国出口 巴西总统特梅尔表示 巴西检疫制度严格 这起事件仅仅是个别人员独职造成的 他透露巴西政府将成立专门小组调查此事 对于变质肉丑闻 欧盟委员会20号表示 将确保欧盟籍成员国 不进口任何卷入巴西肉旗丑闻的相关产品 欧盟籍成员国已加强相关检疫措施 欧盟正和巴西官方就出口到欧盟市场的 肉制品规模和种类等进行沟通磋商 韩国前总统朴槿惠21号以犯罪嫌疑人身份来到检察机关 接受讯问21个小时以上 创下韩国总统受讯时间最长的记录 不过朴槿惠否认了大部分指控 朴槿惠于首尔时间21号上午9点24分左右到案 22号早上6点55分左右离开检察厅 由于指控较多 且检方和朴槿惠就最基本的涉案内容 也存在较大分歧 因此检方对朴槿惠进行了长时间的询问 预计检方将综合研究朴槿惠的口供 现有案综证据等 并于近期决定是否提请逮捕朴槿惠 检方对朴槿惠涉嫌犯罪的指控多达13项 包括受贿 滥用职权 泄露机密等 目前检方已查实与该13项指控相关的事件的来龙去脉 美国国土安全部21号宣布 出于反恐安全考虑 在中东和非洲八个国家的十个机场 禁止乘坐直飞美国航班的旅客 随身携带规格大于手机的电子设备登机 声明说 美国基于安全考虑 在位于约旦 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 科威特 埃及 卡塔尔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摩洛哥的十个机场 几日起禁止乘坐直飞美国航班的旅客 把规模大于一部手机的便携电脑 电子书阅读器 平板电脑 相机等个人电子设备 作为随身行李携带登机 这些电子设备可以拖运 之所以这么做 是因为恐怖分子继续以商业航班为目标 同时正在研究新的袭击方法 包括在日常消费品中藏匿爆炸物 此外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 继美国之后 英国政府也宣布将在六个国家直飞英国的航班上 禁止携带笔记本电脑 至于何时开始实施禁令 由每个航空公司决定 再来快速浏览国际国内还有哪些热点新闻 法国再次爆出空想门事件 巴黎时间21号下午 法国内政部长勒鲁宣布为此辞职 韩联社21号报道 拥有巨大破坏力的美战略武器 哥伦布号核潜艇 日前驶入半岛海域 参加韩美联合军演 21号 伊拉克政府军继续从多个方向 围攻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控制的摩苏尔老城区 数百名平民撤离 环保部日前召开例行发布会 介绍水污染防治情况 我国去年超九成地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 4月16号零时起 全国铁路将实行新的列车预行图 增开动车组列车25.5对 调整后 全国铁路开行旅客列车总数达3615对 国家工商总局昨天在官网发布报告称 2016年全国工商和市场监管部门 供查处消费侵权案件6.5万件 案值4.84亿元 查处虚假违法广告案件2.3万件 罚莫款约5.6亿元 由神舟11号载人飞船 带入太空的芒果右胚细胞 近日开始生长出全新的组织 这是世界首次进行芒果的太空育种实验 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 来连线气象主播刘思言 思言你好 主持人你好 大家中午好 今年的3月16号到3月20号市区日平均气温连续5天高于10度 达到了气候雪上的入春标准 也就是说3月16号市区入春 然而刚刚迈进了春天的门槛 新一轮冷空气就紧随其后 从昨天开始一场雨雪天气入侵北方地区 预计今明两天这场雨雪的范围将会明显扩展 具体到我是来说 今天下午天气逐渐转阴 可能会有零星小雨飘落 陆地上的东南风持续吹拂 市区的最高气温仅在13度上下 到了夜间天空阴沉并伴有小雨出现 市区的最低气温将会下滑到5度附近 北部地区仅在1度左右 明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市 白天有小雨飘落 到了夜间随着气温的下降 还可能会有雨加雪出现 市区的气温在10到3度之间 天气阴冷 大家注意做好保暖 好了 主持人 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就像热点关注民生12点报道 明天见